美國規定入境必須要完整接種兩劑疫苗不高端卻不在名單之內 也因此指揮中心將要找專家來討論是否要再混打其他品牌疫苗 打了兩劑高端卻進不了美國 指揮中心急著想配套或許混打其他疫苗是個解方 不過是要當加強劑打第三針 還是要再完全打兩劑等體內注射四次疫苗 可欣幸高嗎陳時中不敢給答案 反倒全體要不要追加第三劑已經有初步想法 抓一個大的方向要往這樣走 那我們另外要觀察國際其他國家打的情況怎麼樣 我們一馬要準備起來 還要再看各國施打狀況才能評估是否要跟進全體都打第三針 或者只單就年長者或高風險族群目前都還沒定案 就連青少年打第二劑BNT也還在考慮 說我們可能可以再等一下 不是不給青少年打第二劑了 而是因為再看下去其實會有更多資料出來 前台大感染科醫師林士碧提到 根據美國FDA和CDC最近的會議指出 從12到29歲BNT打第二劑後 心肌炎的通報率大概是第一劑的10倍 而國內通報12到17歲的青少年 有16人確診心肌炎 其中13人都是男性 通常第二劑副作用更強按照比例推估 第二劑心肌炎個案數可能暴增到160例 其實可以考慮政府就提供疫苗 由醫生跟那個青少年的家長來討論說要不要給他打第二劑 要打第二劑BNT得先謹慎評估 甚至可以考慮暫緩 指揮中心目前態度相關數據都會由專家小組評估 已經請教育局發下接種同意書 縱觀意願調查結果要打最快也是12月進行 提本新聞連至九月圈特別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